三支站队的积分排名 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排名将决定三支站队 可以额外获得多次 一再一次 不会有垫底吧 放出来 第一啊 第一啊 又有垫底啊 当时觉得不会垫底了这次 没想到 还是第三 即便我们现在是第一名 也其实还蛮危险的 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较量结束 将再有两位滑手 遗憾出局 因为已经有一个队外的离开 我不想让别人离开 我就必须要赢 女生做一个动作 另外一个队全体男生 都要拥护这个动作 所以他只要女生出动作 我们这全部的人要跟着 通过这个机会 去申给王一博的队 女花手只能出一次招 所以我就先把大西瓜的招练了 我这大西瓜的招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这次整体来说比较偏难 大家都会有点紧张 如果我们有人接不上就派出女生出去 没有女生就得全员结 因为大西瓜在练习的时候 这个动作是非常的稳 所以我们像说餐一样的战略模式 会挑一些有的对的队员不擅长的动作 尽可能拿着分就多去拿 我们这次肯定得拼一点 你居然进鞋的时候 把脚扭伤了 你的还肿了 毕竟要比赛 我觉得晃出去的 如果不去拼的话 就会有人离开 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队身上 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们又回到上一期 我没想到我们又是最后 这八个人 能拱 任何一次机会 措施了 这里面呢 可能不小心会走两个人 你必须百分之百付出 就觉得这一期可能大家都会很平 自己练的时候 就是没有人在盯我的情况下 总是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重心 我没办法完成 我自己会很焦虑 他在室外在练这个动作 然后摔了一脚特别厉害的 摔得比较严重 脚踝 手全部都瘀青了 对于我这种初学者来说 千万不能够因为摔倒 而失去了对于滑板的一个热情 我愿意努力去试 不断地尝试 要不要再试啊 要 赛道挑战马上就要开始 只有贞得第一 你们的战队才不会有人离开 三位领队 你们准备好率先出战 争取更多的一回合机会了吗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有请 陈霄领队 是等于说你在滑行的时候 重心马上变到这边 这条线上面 就所以那时候在教他的时候 也是跟他说你的后脚 跟你的肩膀还有头 是维持一条线 所以你的重心就会在这边 就会很稳地就会翘起来 对 别紧张 放轻松 斜过他可能踩下去就紧张了 这个挺难的 对 我都不会 其实有一点慌 真的是强装镇定 所以就在坐刹车的时候 一开始其实没有到非常稳 但是今天会不会影响比赛 来吧 来吧 没事 所以脚落地就不算了 对 他要站三秒 我们还有两次机会 然后到第一次时期 我有点冒汗 因为他练得没有这么的好 但又不能给他压力 但这个刹车是 真的是要有一点时间 蛮难的 这儿吧 挺好的 是 非常好 对 他的脸蛮紧张的 有一个标志物 他会脚軟的 一中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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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小李队的第二次完成了挑战 总共有六次 one more try的机会 下面 王一博 王一博领队任 从斜坡滑下 在棒棒糖区域内 完成Shop It 并平稳滑走 第一次成功 五次one more try 第二次成功 四次one more try 第三次成功 三次one more try 做一个Shop It的话 就是 就是左脚就是右脚 然后就这样一打 跳起来 然后 摞上去 这是我正脚滑行的 还挺难的 我们已经是在前面 只有一个万门船的机会 希望他可以防一切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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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了 紧张了 急了 可以的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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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场的时候确实真的 感受到了滑手的紧张 我脚会有点抖 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重心 往轻松 往轻松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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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轻松 在第二次受挑战我来